修改口红颜色简单 有很多妹子喜欢更改自己口红的颜色 那么今天教大家一个用PS来改变口红颜色的方法 让你的嘴唇想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 首先我们切换到教学素材 我们选择钢笔工具将热物的嘴唇部分给它勾勒出来 好那这时候嘴唇中间的位置是有多余的地方对吧 我们同样用钢笔工具给它勾勒出来 好两条路径都闭合之后呢 我们Ctrl加回车形成选区 Shave加F6 语画的数值呢要根据你图片的大小来决定 图片越大语画的数值就越高 好那这时候直接在小太极图标这边呢 给它添加一个纯色的涂层 颜色呢选择一个你需要的空颜色 比如咱们这边选择一个深红色吧 好那这时候呢 把它的涂层混合模式给它更改为正片叠底 然后呢在调整涂层的后方双击 调出它的混合选项 这时候按住键盘的out键 在混合颜色带下一涂层 右侧的这个高光小三角给它向左 滑动 做出这种高光的还原的效果 好点击确定 那一个口红的颜色就换好了 那这时候如果你想改变成其他的颜色 只需要在调整图层上双击 然后去选择一个你需要的颜色 就可以随意的来更改了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